钱呢 这上面的钱是不是你拿的 我没拿 那钱会飞吗 你还不承认 不是你拿的谁拿的 我真的没拿 你真的不承认啊 那我问你 你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你的钱是从哪来的 这是客人给的 客人给的 你今天卖了多少东西啊 一盒万应糕一个香囊 一盒万应糕一个香囊 会有这么多钱吗 你说 这钱是从哪来的 那个客人多给我的 你骗谁啊 客人会多给你 你老实说 这儿的钱是不是你拿的 说 我没拿 你还不承认 打了你就承认了 快说 快点讲 奶奶 是不是你拿的 是不是你拿的 快讲 快说 是不是你拿的 奶奶我没有他 是不是你拿的 你还撒谎 你还不承认 奶奶我没有他 快说 是不是你拿的 奶奶我没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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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打他啊 为什么 你问他自己 偷了钱 他还不承认 还说客人多给他的 还说客人多给他的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客人 前天不多给 昨天不多给 偏偏今天人家 拿钱来还给我了 客人就多给了 我没了 我刚才放在这一碗面 他吃了 刚一开始也不承认 我不是在乎那一碗面 我是在乎他老不老实 承越 你说实话 奶奶的钱是不是你拿的 我没拿 你说实话 你还说没有 是实话 你快说实话呀 我没有拿 你还说没有 你要是不打他 他是不会承认的 我没有拿 你快说实话 你快告诉妈妈呀 我没有拿 奶奶 我没拿 承辉 你过来 我没拿 你告诉妈妈 奶奶这钱 是不是你拿的 你快说呀 好了 你这么凶干吗 你要吓死他 承辉 到奶奶这儿来 你不好好教他 他是不会承认的 我都要看看你怎么教训他 我没有拿 我真的没有拿 我真的没有拿 你 你 我没有拿 我真的没有拿 你不听话 妈妈品尝是怎么教你的 我没有拿 我没有拿 怎么教你的 你快跑 本来就不是我拿的 你快跑 你 你给我回来 你看你看 这就是你叫的好儿子 平常你们都说 我宠着承辉 我偏心是有道理的 承辉 咱们走 睡吧 来 吃饭喽 来 吃饭喽 给 程雁呢 你别管他 我们吃我们的 程辉 叫你哥哥吃饭 怎么了 哥哥不在家 不在家 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偷钱 偷钱还不承认 他妈妈打了他两下 他就跑了 这个小孩子 这么小就这么俊 长大了还得了啊 不可能了你啊 程雁怎么会偷钱呢 是不是你弄错了 我没瞎说哦 你知道这是 那你没跟我说啊 我找他去 跟我去 程辉 过来 坐在奶奶身边 他们不吃 我们吃 来 程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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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晚了 他会跑到哪儿去啊 你先别着急 你放心 这孩子心里有数了 出不了大事 这样吧 咱们分头去找 你们往那边 我往这边 行 你慢着点 走 程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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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么巧呢 两个绣法都是一样的 都是出自一个人 我 都越来越来越了 还得越了 张 是 今天 他 你 没 什么 怎么 是 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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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奶奶说实话 你身上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说老实话 你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今天下午桌上拿的 桌上拿的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我看你们大家 说那么大气 都在骂哥哥 我也还怕挨骂嘛 那你拿这些钱去买什么呀 糖葡萨 我跟你回去作证 你娘 你奶奶 就会相信你说的话了 我不想回去 你不回去 他们会担心你的 我怀疑我不是他们的孩子 你不是说你爹娘很疼你的吗 可是 奶奶 算了 我不想再提他了 你还有家可回 还有人愿意骂你 打你 已经很不错了 叔叔啊 从小就没爹没娘 也没家可归 也没有人会骂 有 遭人骂的时候啊 就是我当小乞丐的时候 遭人白眼 遭人唾弃 追打 那个情形啊 比你现在凄惨一百倍 叔叔 你小时候没有家吗 没有 我都是睡在街头 睡在人家的屋檐下 有一次啊 我因为生病了 睡了爬不起来 被人家打得半死 不过啊 这世界上也不全都是坏人 也有好人 像我十二岁的时候啊 就碰到好人了 从此呢 就有了好日子过了 你现在还有个家 还有床可睡 还有书可读 即使啊 受到一点点的委屈 也是家人给的 不是外人给的 已经很幸福了 是不是 你还没吃完呢 吃吧 嗯 娘 别住啊 找到承宴没有啊 哎呀没有啊 哎呦 毕 毕竹啊 是我弄错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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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钱 这个钱 承辉刚刚 刚刚说 钱是他拿的 他承认了 承辉拿的 你说说你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承彦通的吗 你说说你也真是的 这么小的孩子 你就说他是贼 他心里能受得了吗 好了 别说了 赶快去找吧 不是我说你啊 你也真是的 太平心了 奶奶 你好 奶奶 这位就是多给我钱的叔叔 我正好碰见他 他可以帮我作证 没错 我看他在街头叫卖 挺辛苦的 才多给了他钱 你们别人忘了孩子了 钱的确是我多给他的 多谢多谢啊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跑这么一趟 你这个孩子啊 脾气也太大了 你妈打你几下 骂你几句 你转头就跑 你长大了 你了不起了啊 全家人啊 为了你连饭都没有吃 你爹你娘都在外面找你呢 你真行啊 这么小就离家出走了 以后离家出走 就别再回来 娘 大娘 您别这么骂孩子吧 他已经够委屈的了 你都不知道这孩子有多讨厌 我看他挺乖的 也许以后 你跟他讲道理不用骂他 他就会懂了 你是不知 行了行了行了 你都已经冤枉人家成年了 你还要再讲他 你说什么呀 挡着外人的面 这多不好啊 你真是的 不好意思啊先生 没事 既然是误会以偿 那没有别的事情 我先告辞了 先生 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这样也好让我们报答你啊 不用了 告辞 先生 要不 你坐下喝杯茶再走 我哥哥嫂子一会儿就回来 怎么着 也得让他们向你当面道歉 承晕 我不该打他 承晕一向都 我真后悔 你别着急 说不定已经回到家了 走吧 我就说了 承晕不会偷钱的 承晕回来了 快进去 承晕 妈 承晕 妈 奶奶知道钱不是我偷的了 娘 娘 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 错就错了嘛 谁还不犯错呀 大嫂 真的是有魏先生多给了承晕钱 我刚才本来想留人家的 可她说有事儿 这不刚走 看来啊咱真冤枉了这孩子了 你还跑 你给我过来 奶奶 走 进来 娘 你干什么呀 打死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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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比辱你别拉着 三更半夜你发什么疯啊 要打连我一起打 娘 你不能这样孩子宠坏了 是 是我宠她 因为她是我的宝贝孙子 我不宠她谁宠她 回房捐去 走吧 这回 娘 你别宠着她 会宠坏的 娘 忍着点啊 妈 轻点 好疼 坚持一下 好疼 妈妈对不起你 我早跟你说了不是我的错 可是都不听我解释 来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不该这么重的打你 明明不是我做的事 奶奶为什么要冤枉我 每次都是弟弟调皮 为什么奶奶就要护着她 一开始 奶奶是误会你 可她知道 这钱是弟弟拿了之后 不也输出来了吗 爹也打了弟弟 承晏呢 做人 难免会有误会 你怎么可以 发这么大的脾气 为这点小事 就离家出走 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吗 这才不是小事呢 我不喜欢这样被人冤枉 做人 都不喜欢自己被冤枉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 做难免会有不公平的事 如果你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 你将来怎么做大事 可奶奶为什么要偏心 她每次都偏心弟弟 好像我不是她孙子似的 妈 我是不是你生的 你当然是妈妈生的 我还以为我不是你生的呢 别说傻话了 弟弟小不懂事 你应该多让着他一点 总之呢 你是哥哥 做哥哥的就要多担待一些 多包容一些 你们两个都是妈妈生的 妈妈只要把你这个老大教好了 弟弟就会拿你当榜样跟你学 这样 妈妈就可以省很多力气 懂吗 哥哥哥 别哭了啊 你就这么一个弟弟 奶奶疼他 你也要疼他 这样奶奶高兴了 你也是个孝顺的孩子 对吗 好了 别哭了啊 行了行了 爹 我儿子受委屈了 别说他了 今天不是他的错 承言 爸爸知道你最乖 最听话了 是不是 不像你弟弟那么淘气 来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朱蜻蜓 喜不喜欢 喜欢 走 爹带你睡觉去 好 哥哥借我玩一下 这么小气干嘛 借我玩一下 去玩一下 成辉 成辉 咱们 一起玩吧 好啊 抓到我的话 这个玩具就给你玩 好 别跑 我来抓你了 嘿嘿嘿 谁来过了 为什么没有留下只字片语 会是谁 会是谁 一定是曼君 曼君 曼君 好了 程元姐 你站起来 转一圈看看好不好 好像少了点什么 哦 项亮忘了 你坐下来 我帮你戴上 来来来来 啊 程元姐 真的好美哦 真的吗 那还用说 等我结婚的时候 我也要瘦下来 然后穿得像你这样 美美的拍照 那不知道多迷人啊 你就不用了 他们不是说 念兽还肥来形容美女吗 你呀 就是属于杨玉环的那一行 你就等着 你的唐明皇看上你吧 所以啊 你根本就不用解 嗯 说的也是啊 可是啊 现在有眼光的男人 实在是太少了 也不知道像我们这一行的 这冬暖夏凉好处多多哎 不就是嘛 我们到外面等德纲吧 他应该快来了 好 美元姐啊 周先生大概在来的路上了吧 那你去帮我 跟那个摄影师说一声 请他再多等一会儿 嗯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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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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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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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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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